县议员林元傅针对花林疫情升温 由于政策朝夕令改 很多乡亲可以说是求助无门 因此请来民意代表陈晴 而另外针对0206吴同寓所相关设施 也请县府建设处协助住户处理 希望受灾互助的安心又安全 花林的疫情持续升温 不管是3加4 0加7 7加7的政策 可以说是朝夕令改 确认者可以说是求助无门 也希望县府能够拿出属于地方的政策 来加以改善 人从被匡列到自己确诊 一连串关了半个多月 家里几乎整个月都是关起来的 几乎整个月关起来 关太久了 局长 指挥中心 有它的防疫标准 有它的实施办法标准 花莲我们自己的卫生局 我们的防疫的标准在哪里 我们的超前部署在哪里 我们自己 有没有自己花莲县的 的一个方法 防疫处置的方法 比如说7加7 它第7天 阴性还是说 你是否可以 让它 回到工作岗位上 等等 未必要关注10天 也未必 因为这个7天 它之前就等待 就等了两三天 加起来还是10天 之前又被匡列的 又三加四 整个半个月都在关 那它自己检测为阴性 是否我们卫生局可以考量 考量 为什么 因为家里有老的要照顾 有小孩要接送 另外针对0206 武统一所的停车位不足 没有设置隔音墙等等问题 让住户生活平时 可以说是大打折扣 希望幸福能够加以重视 住户的窗户 你可以设置多一道的亲密窗 甚至于围墙边 甚至消音墙都可以 停车位 其实多一个雨遮 规划一下 露天的停车位也可以 对不对 我们只要空地把它整平 这个砖块摆出来 是一个车位的样子 未必要一定要室内的车位 户外的车位也可以 这些规划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 那也希望我们县政府 针对0206受灾户 这个梧桐寓所 这边最后那两样的缺失 我们帮忙改善一下 这样子功德圆满 也能够作为外县市 0206受灾户的安置 我们做一个榜样 做给外县市参考 我们县政府是这样子安置受灾户的 我们坐到位 坐到好 让住户很安心 很放心 宣言林福表示 从3月31号疫情以来 幸福同仁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虽然中央订定所有的政策 但是地方无法使用 也希望幸福能够有自己的SOP来辨明 共同来度过疫情的难关 记得喜欢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